1911年10月10日 武昌第一声枪响改变了历史 经过十次起义失败 孙中山率领革命党员发起的 第十一次革命 辛亥革命 推翻满清帝制 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百年后 直到今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巨户传说 当年我是因为巨户传说 才跟我太太结婚的 在新丰协议的起义行动中 参与革命的知识 有许多学生及知识分子 清军因此到位于武汉的东宁大学查抄 英雄豪杰 儿女情长 经历生离死别的大学生 留下了一段爱情传说 巨户传说的由来 武昌起义前夕 因为女性革命意识 为了逃避清兵追捕 挑下东宁大学的巨户 因为气候干旱 巨户里没有水 女遇事摔下受伤 被一男子搭救 两人相约 入武昌起义后 女遇事活下来就相守一生 但女遇事没有生还 这个爱情故事 当时被大学生流传开来 变成校园传说 如果有男女学生 在巨户干调的时候相遇 就注定一生相许 1920年 汪姓陶一家 在干调的巨户边 邂逅一女子 并结为夫妻 巨户传说不禁而走 1949年 国民政府签台 来台湾的东宁大学校友 在台南成立同名大学 复制着大学的地理格局 台南东宁大学也有一宿巨户 1989年 巨户魔咒再度发微 东宁大学大三女学生范针 在巨户边遇上了台大军 一个她大事也不可能喜欢的人 突然间 我水一下子就干了 她莫名其妙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2001年 东宁大学研究生正习成于 太太王明珠 成为第二对因巨户传说 而结婚的学生 这是三次离奇的巧合 亦或是爱情魔咒 也有归助于地理风水 东宁大学学生将巨户魔咒 埃及法老王之咒 云马总统死亡之卧 列为世界上三大命运魔咒 巨户笼罩着一股神秘疑云 没有人真正了解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对于巨户传说 有人视为校园谣言 有人宁可相信 爱情本是命运所决定 2013年 巨户传说又发生了 这次因科技进步 网络传播的速度 事件发生后 一天内就传遍校园 并成立巨户传说专属网页 巨户事件 成为校园最喊话题 学生发动网络人搜索 这位男学生与女学生姓名学好 但学生无不引颈期盼 好奇第四次巨户魔咒的结果 巨户传说若是真的 因为这对男女学生 无论条件若猜再大 也会爱上彼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疑问 这将会是一段悲剧晚载 或是宽乐结局的爱情故事